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我們現在在馬來西亞的亞歷 其實我們原本這陣子呢 是有抱五月盃的武林的比賽 但是因為遇到連假 所以我會想說 這連假好像是有點便宜 然後我就... 找一個便宜的一點的地方去玩 這樣子 那沙巴呢 是我們找到在連假期間呢 是算是最便宜的一個地方 而且它是很有特價感的一個地方 就是寒連假 那我們這一次呢 是打Air Asia 然後從台灣飛過來呢 大概是三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啊,如果你們跟我們一樣 沒有太多的假可以請 然後又想要用連假呢 找一個便宜的地方去玩的話呢 那其實可以看一下我們接下來的行程 然後再來參考一下 然後再考慮看看 那想要台灣飛到呢 進馬來西亞是不用簽證的 是很方便的 不過亞航呢 它是一間相較不穩定的 一些航空公司 常常會有一些什麼 航班被取消啊 或者是被延期啊 然後被取消了之後呢 退款要退很慢 對,其類的 所以呢,要買機票之前呢 可能要自己先評估一下 那我們現在剛出海關 然後要在這邊 先換一點錢 我們這一次呢 是帶台幣跟美金 然後我們沒有在台灣換錢 我們帶台幣跟美金呢 來這邊先換一點 我們要再到市區再換一點 對 匯率會比較好 然後SIM卡呢 我們是用eSIM 剛出機場這邊呢 其實也有可以買SIM卡的地方 然後Currency exchange 他所要先換 特別一張店 我們來沙巴這邊呢 是用Grab這個東西叫車 因為我們人多 所以其實我們叫計程車 用Grab叫計程車是比較方便 他就像是Uber一樣 他好像是把這邊的Uber買下來 原本這邊有Uber 然後把Grab定掉啊 他其實就跟台灣的Uber一樣 他有像訂餐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但我都沒用過 我們今天要叫汽車 這邊他都有寫說多少錢 對於你寫好了 9塊而已 還蠻便宜的 這邊的話可以選信用卡支付 那我信用卡是在台灣先綁好的 這樣才不會比較麻煩 如果到國外才綁的話 他還會收 就是這樣 簡訊費 對對對 認證 Core 對啊 我之前就我沒有沒有綁過 然後後來也沒辦法收到簡訊 就很麻煩 所以我建議在台灣先綁 欸我朋友他這邊 辦網路 100塊 15G 那比中華電線 我猜大概120 110啊 15G 那換信卡吧 機場輝率怎樣來 超級來 100塊只能換12塊 12.7的麻糬 到市區的話 100塊可以換15塊的麻糬 喔 那換就差3塊而已 那就麻煩你在這邊先換一些 欸 不用欸 其實因為 我們在我們GRAB 就有訪信用卡了 所以其實搭GRAB到市區再換就好 其實也不用在這邊換 你有沒有覺得 沙發天氣好像沒有台灣熱啊 因為這裡是在度假的地方啊 喔 心情不一樣 而且不要有空 台灣是上班的地方 對 台灣是中了大家的 這樣喔 GRAB會停在那裡走 我心想嘗試 幸運 在笑 在馬來西亞這邊呢 還是很多地方是需要用到現金的 所以在主街這邊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換錢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去那個銀塘那邊換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這邊換東西 對 這個 離我們剛剛那邊滿近的 對對對 這裡的匯率不錯 換好了五千塊台幣 換一百五十塊 這間的匯率呢是一百塊換十五點三塊 這樣子 然後 這間我們再把它打在下面 好 那下飛機後的第一餐 我們來到他們這個Gaia主要的街道的路上的這一個 復原茶室 對 這個很有名 在這邊很有名 對 觀光客很有名 對 就每一個人都知道 我們做功課的時候大家都會說什麼 有啊 有復原 然後前面的宜峰茶室呢也是 就是來到這邊蠻多觀光客會推薦的地方 對 那這一條呢 有非常多吃的 這邊也有很多間飯店啊 還有逛的啊 還有超市什麼的 那其實來到馬來西亞 很多人他們會玩幾個地方 一個地方呢 就主要這個市區 亞比這個地方 有些人會像我們一樣去跳島 在沙巴的左側呢 有幾個小島可以去跳島 然後也有些人會選擇去深山 去那邊爬山 東南亞的最高峰 然後像我朋友他們呢 他們就會去鮮本納 對 他們會去鮮本納鮮水 對 好 那我們先來吃這個 復原 其實我有查到蠻多餐廳 是在地人推薦的 但在地人推薦的餐廳呢 就比較不在這條主街上面 它會比較遠一點 一樣放在下面給大家參考 那邊是主餐 你要點喇沙 要點海南雞飯 可以在那邊 然後那邊有飲料 飲料類的 然後小菜 這個是自助的小菜 那裡還有你喜歡的大爺吐司 對 我要點一下椰子 你看那個T-A-R-I T-A-R-I 對 那是拉薯 印度人 點了一個拉薯麵 對 它的湯比較濃的那種 跟新加坡的全部不一樣 它這是拉薯還是咖哩麵 比較像咖哩麵的人 它這個麵條 它不是用麵條 它是麵條 它是麵條 它有蝦子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份 這個 咖椰吐司 但是在這邊吃東西 真的是還算滿便宜的 它這樣子一份大概50塊台幣 然後這一杯大概10塊15塊這樣 我覺得它的龜仔條 應該是我們這桌裡面點的最好吃的 真的假的 這個 對 龜仔條不錯 你覺得那麵不好吃啊 印象有重 我的麵就是咖哩麵啊 這個我們是有烤過的 咖椰吐司 嗯 就吹吹的 因為它這邊還有分配過一種 是沒烤過的 就是白吐司 對 沒烤過的就是 蓬蓬的那種吐司 然後有全麥跟白吐司 店員會問我們是要烤過 或是沒烤過的 我剛才問了 南部的拉薯呢 是咖哩麵 哦 這裡是南部嗎 對 就是拉薯 就是拉薯 那我們在亞賓市區這邊啊 住的是這一間 Mercule Hotel 我們住的是兩間雙人房的房型這樣子 一個晚上是2800 四個人房子 裡面看起來就已經很新的樣子 我們等一下再進去看一下房間 對 然後這一間呢 它離我們剛才吃飯的地方 走路大概五分鐘而已 嗯 對 所以住這邊 其實要走去那些吃飯的地方 或者是旁邊那個夢逛街的話 都很方便 都很近 看看我們的雙臥室套房 我從來沒有想像住雙臥室套房 他們在訂雙臥室套房的時候 我還想說會不會很貴 好酷喔 欸 扶著 有廚房耶 它有廚房耶 然後這裡有一間房間 哇 好大間喔 好像家裡喔 這裡共用櫃屜 然後這裡有另外一個房間 哇 你看我們這裡還有海景耶 你看 我跟你們來有海景 你看 真的海景 哇 真的耶 那邊還有免稅電耶 哇 它的廁所也是乾淨漂亮的 右邊那邊就是我們一定要去搭船的地方 然後我們是不是就搭那個島啊 前面那個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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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裡面還有一間 它這裡面還有一間 有一個是套房 喔 這邊還有一間 喔 這裡是個套房 對 然後外面還有一間 真的耶 它那個間就是 我們要去去去去的地方 是啊 我們要去的地方就是在那邊 不錯 我覺得目前沙巴我感覺還不錯 就是一個海邊國家度假的感覺還不錯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Mod 就在我們住的這邊走過來大概五分鐘 對 這裡太熱了 所以我們就都來這邊逛街 我發現這裡滿多大樓的 就是逛街的大樓 就是滿多地方可以逛街的其實 然後這一個Mod還有滿多牌子的 像是什麼啊 然後有 Poche啊 有星巴克 有沙沙 有Superdry 國客 Inur3 什麼什麼都都有 然後這裡目前我有一點有那種關島的感覺 就是 度假辦店 然後 有那種椰子樹 一排遠的樹 然後 有一排逛街的大樓 像京嶺大樓啊 有碎店的地方 然後有一些觀光客 對 雖然四榮沒有到關島那麼漂亮 但是 我目前還滿有關島的感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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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下午五點多了 然後現在比較涼快一點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個市集 類似大排檔的地方 對 然後我們剛剛搭計程車過來 大概十分鐘 這個吃東西的地方叫做這個 對 叫這個 對 老實說我也是真的不會念這個 對 對 後來我們剛才看一下 這個夜市呢 它比較偏 當地人才會來那個夜市 它比較不是那種觀光夜市 對 所以就是有觀光客 然後你是不是有點害怕 你是不是想說那個餐飲 在那邊 對 我可能不太想 結果呢 這個地方我們覺得有一點 不太敢在這邊嘗試東西 所以我們決定回去 去觀光客比較多的觀光客的夜市 那就菲律賓夜市 好 好 結果我們又回來到我們住的這一區 觀光客區 對 其實我們這一區 我發現我們這一區就還蠻多 方便的地方 有餐廳 然後有逛街的 然後有住的 然後有夜市 對 大部分都是在這裡的 對 夜市在這裡 然後這邊就有很多逛的 逛的 吃的 喝的 都可以在這邊 來到這裡真的是明顯 感覺到 人多了很多 很多 很多觀光客 那這邊呢 要搜尋的話 就是搜尋菲律賓夜市 這裡也會賣比較多東西 那這裡也有很多水果 剛剛我們走過來 就有很多芒果 很多種 這裡賣的東西 跟泰國的市集賣的東西 也差不多 花花褲啊 那邊出風的東西 對 大象褲 對 大象褲 衣服應該是同一個地方 像這種東西啊 對 本來像來到泰國的 你看 沙巴才有的猴子 對 像阿比斯膩 阿比斯膩去一下 這個海鮮 我是應該不喜歡的 你看那邊 就是海鮮 所以不好吃 不能來吃 那個海鮮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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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可以吃的東西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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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嗯 我覺得蠻好吃的 他這邊 最右邊的是賣海鮮 然後再來賣青菜 然後再來賣水果 這樣一百一百 然後賣到那邊賣乾過 然後還有香料 他們這邊很多東西都是有香料餐的 是不是應該買芒果 回飯店吃啊 對啊 我覺得可以喔 韓國人是不是很喜歡來沙巴 為什麼 它上面的字有韓文 韓文對不對 對 上面字只有韓文而已 沒有中文耶 可是他們會講中文 而且他們店員會講韓文 好棒 一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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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一點 八十個魚 一公斤十個 下過了 一 剛剛呢才說 我是不會在這邊吃海鮮的 結果我們就在這邊做下來了 對啊 我剛剛看到有一些飯啊 也是在那邊煮啊 那我們去英國的時候 那個爬欸啦 不是也在那邊煮 西班牙也是 但是主要呢 是因為我看到像是它螃蟹啊 它都還在爬啊 這樣子 就是蠻新鮮的 因為旁邊就是魚室啊 就是可以蠻明顯的感覺出來 這裡跟剛剛那個夜市的差別 剛剛那個夜市就是沒有人 就沒有什麼人 有那裡的海鮮 我也蠻可怕 這裡至少是沒有餐飲在上面飛的 它這邊的海鮮的話 是都可以殺價 價錢呢 不會到非常貴 那我們這樣子點下來呢 是 來買馬力 對 等一下看一下我們點了什麼東西 這個人他鼓起勇氣 終於點了一個烤雞翅 2.5塊錢 大概12-13塊錢台幣 那有很多烤焦的地方 不過吃起來味道還烤 我會把烤焦的地方拿出來 好 Chopstick No Chopstick OK 又不熟 我們點了這個蝦子 螃蟹四隻 還有這個蛤蟆跟甜心菜 現在一個人台幣大概是350 來 來這裡吃飯記得要殺價 我們點了螃蟹 我們請他用兩種方式做噴煮 就是用鹹蛋黃口味跟胡椒螃蟹 鹹蛋黃還不錯 嗯好吃 那我覺得我們吃螃蟹 就是把這個螃蟹呢咬碎 對 都沒吃到什麼肉 吃它的碎肉 然後跟那個醬 對那個醬好好吃喔 好我們現在吃完了然後 啊這個不行 然後蝦子四隻有一隻不行 然後螃蟹都可以 對 所以我們這邊吃出來的結論呢 要來這邊吃海鮮 就是吃活的 對 還在凍的 但是它的螃蟹是很好吃 對 其實我們沒有打到之後 就吃醬 那我們吃完菲律賓夜市的海鮮之後 我們現在來吃這間肉骨茶 辛季肉骨茶 這也是很多人推薦的 我們點了一份大份的肉骨茶 對 那這裡呢除了肉骨茶之外呢 它有賣那種乾的肉骨茶 然後它是那種黑色的 就是馬來西亞的肉骨茶 炒的乾鍋那種 對乾鍋肉骨茶 黑色的 我看網路上才有人猜 是雞爪那種 還有魚丸 然後還有蝦子 對 蝦子它就是連酒一起去煮的 但是它那個賣得很快 應該賣完了 然後這是我們點了大份的 它是說三個人 我們四個人 其實蠻夠吃的 不錯 它很好喝 還是它不是想像中的那種 沒有什麼 那我覺得湯的味道不錯耶 這個好像中藥的肉骨 那丸子好吃 它可以加湯耶 對 加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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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先來這邊吃 這一間 咖啡冰 的店 然後它就是有吐司 拉撒 咖啡 嘎椰吐司 這種的 它這間算是在這邊 相對有裝潢的一間店 對 看起來就是乾乾淨淨有裝潢的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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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你看 在他們這邊 點咖啡呢 它會有COPY C 跟COPY O 那C呢 就是加了煉奶 加了奶精 那O呢 你把他想像成 黑色的台語 就是黑咖啡 O O型 對 COPY O C 它在奶茶的部分 它也有C跟O 對 你看 他們這邊的咖啡 真的是做不起來 你看它這邊 這種的就要9塊 11塊 拿鐵要11塊 這種COPY O C的話 就是4.9塊 要喝拿鐵的話呢 就要11塊了 所以這種 盧伊沙哥在這邊都不行 是嗎 因為大家都喝這種 對 它這邊喝了 剛點的苦吃啊 早餐類的之外 就配了像這種 雞飯呢 然後又有一些 炒飯炒麵的 早餐 所以其實來這邊 除了要吃 早餐之外呢 要吃像這種選擇 一次都有 打沙 也有 看起來就蠻好的 你點了一個SAT 它有 咖椰烤骨 跟兩個水土蛋 然後一杯黑咖啡 然後 水土蛋 好燙 水土蛋 剛剛朋友 他把一顆打開 很像生的 它就是完全生的 它就是完全生的 你煮到 所以我就拿過 但因為在新加坡的時候吃 它就是 三分生 對 有點像日本的水 溫泉蛋這樣子 沒有 三分 可是還是有白白的 但本來是熟的 這樣子 然後我朋友 就把那顆全生的蛋吃下去 沾著吃 好吃啊 然後我們這個上來的是會燙的 欸 可是 像這個 比較熟的 它就比新加坡喝還要熟 就沒有 像這樣 這樣 這跟我們家的水土蛋差不多 還要什麼點子 剛剛那個是零分 他拿錯了吧 嗯 它就是溫泉的 我覺得他一定是沒有用的 叫雞蛋定食 然後它這邊就會有附醬料 就是把蛋放在碗裡 然後加入醬料這樣 它這個牛油跟嘎鹽呢 比我們昨天吃那一間還要多 對 但是它 昨天那一間的 它烤得比較交響 對 因為那一間超人 就是比較會 因為 我們來到這個圍牆裡面的話 就是一定要換水 對 超好吃的 然後女生就也在家要帶這個 好熱喔 因為我們已經是在家裡 對 可以 我們應該會讓它們 可以讓它們 既然 它 那麼 我們應該會讓它們